台湾有没有什么情况 他看新闻听说最近好像要打仗 台湾人都在囤积物资 上周我的小学闺蜜突然微信找我 我很纳闷怎么突然找我 他就问我还好吗 台湾有没有什么情况 他看新闻听说最近好像要打仗 台湾人都在囤积物资 问我要不要回大陆待一阵子 我就很纳闷 我在台湾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呢 第二天我的高中闺蜜又微信找我 我就更纳闷了 怎么这两天大家都在关心我 有点受宠若惊啊 对他朋友图然的关心 到底为啥说台湾人囤积物资呢 接二连三的关心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都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收到这样的新闻 这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我上网查询了一些资料 包括最近日常生活中留心观察 总结出来了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台湾的疫情已经整体趋于稳定 从今年的5月上旬到7月底 是台湾疫情比较紧张的一段时间 那政府也是号召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聚会 大家也都乖乖的配合号召 都乖乖在家待着 减少了很多的外出还有消费 那目前来看 从7月底到现在 台湾整体的疫情控制的都非常的好 整个趋势都有在下降 我也有去查了资料 近期都没有新增的本土案例 包括台湾整体的疫苗施打 做的也非常的不错 目前来看呢 第一剂的施打覆盖率 已经达到将近7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疫苗呢 那打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疫苗呢 打完之后有没有身体反应呢 疫情已经基本稳定 加上很多人都已经施打了疫苗 所以大家做好防护措施 就终于可以走出家门 出去消费了 疫情期间 大家囤积的物资 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因为疫情 大家也不太敢去人量大的地方 现在疫情基本控制住了 大家才敢慢慢的走出去消费 补充一些日用品 不知道疫情稳定之后 解封的那段时间 大家有没有赶紧走出门消费 或者出门游玩呢 因为之前我所在的一个工作场所 是类似一个在地的文化馆 之前我们还在想 如果我们开门的话 会有人过来玩吗 那我们还是低估了台湾人出门 消费 游玩的热情 那当然台湾整体的一个素质还是很好 那大家出门都是会 戴口罩 进门也是会消毒 做好自己的保护和对别人的保护 第二个原因 当然是五倍劝啦 前一段时间最火的话题 莫过于五倍劝 那我是嫁过来的新住民 也享有同样的福利 也拿到了属于我的五倍劝 非常的开心 那关于五倍劝 到底要怎么领取 以及我拿到之后是怎么用的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哦 那发行五倍劝的目的就是为了振兴台湾的经济 因为前一段时间嘛 台湾疫情相对比较紧张 还是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的 因为大家都在家也减少了很多的外出的消费 那目前疫情基本稳定了 大家走出去消费 拿着我们的五倍劝 就可以去买一些你的生活用品啦 因为五倍劝不找零 而且买越多优惠越多 有些优惠是买一送一 有些优惠是买多少送多少 比如买一千送五百 你买了九百块不能找零 买一千又有活动 当然怎样都要凑够一千块呀 但大家一般囤的都是耐放的日用品啊 零食 所以看大家买了满满一购物车 确实是比平时买了更多的量 拿到我的五倍劝 我跟猫腾先生是有去了超商 超市药妆店 包括夜市 去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那一路走下来 我们确实有看到这个五倍劝的强大影响力 比如说我们去夜市 我们开了很久的车 把车停了很远 然后再走路回到夜市 那你就知道这个五倍劝确实很厉害 因为我之前也会去夜市去吃东西嘛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包括疫情之前 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人 这一次五倍劝发下来 大家拿到手之后 你就看到那整个人流量 是几倍十几倍的增长 真的是厉害 五倍劝确实是有拉动了经济的发展 很多店家都加入到了五倍劝的行列 有很多的线上和线下的优惠活动 尤其是当我们去超市去结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大家结账的时候 心不疼手不软 因为这个钱是政府白白给的 又有那么多的优惠给大家 当然买的时候是很大手笔 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在囤货 不知道大家的五倍劝 那你给回来之后 现在还剩多少呢 都买了什么东西呢 反正我的五倍劝 基本上已经是花完了 hello 第三个原因必须是双十一啦 双十一作为一年一度的年度购物节 各大线上线下的平台都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加入了双十一的大军 推出了各种的优惠 让你花最少买最好 升到最高点买到剁手熟啊 像虾皮momo这样的台湾电商 早已经叙事待发 处于备战状态 比如说虾皮双十一全占免运 每人十一张免运券不用抢 虾皮商城八八折 最高限折5000元 挑战历史新低价 11月11加码狂撒购物金不手软 清空购物车把喜欢的东西都带回家 除了虾皮momo这样的电商平台 我们平时会去的超市 比如说全联啊家乐福 也都会有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 而且现在十月底到十二月初 刚好赶上全联的周年庆活动 优惠方案更多力度更大 双十一优惠联合五倍券 双重优惠放大你的购买力 此时不囤货更待何时呢 优惠这么多 胡辣汤姐姐到底囤了哪些超划算好物呢 我这么顾家 当然就是囤一些居家用品啦 比如说洗液啦 卫生纸啦 滤芯啦 还有干燥剂啦 我还算好的 我有一个朋友更是大手笔 我问他囤了多少 他说他囤了一年的量 从今年双十一囤到明年双十一的量 他都已经买好准备好了 出了日用品 而还枕了吞到 君用扣量 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家附近 刚好有一家生产均用口粮的工厂 听说最近也有优惠 我们就去逛一逛吧 工厂的位置稍微有些偏僻 但是不得不说 去的路上 景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这一山 想要把你 seafood 明显或是羽毛 下集中 又在一家 怎么都抓了 怎么会挑变 卖下 fundo 打开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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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康道秀宝 大家知道哪些优惠活动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 力度大到让你想要疯狂囤货的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